大家好 今天是由我和资深评论员林旭 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周发生的一些重要的新闻 老林你看今天 也就是我们洛杉尼时间的1月17号 刘鹤总理副总理要迎莱特希泽 美国贸易代表 要在本月底访问美国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将应邀于1月30号至31号访美 与美方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磋商 应美国财政部长奴姆钦 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的邀请 刘鹤副总理将于1月30日至31日访美 与美方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磋商 共同推动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我觉得这个事是不是这样可以看 因为莱特希泽一直被认为是对中国一个强硬派的代表 由他来邀请刘鹤副总理 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中美之间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在前一段工作的技术上 是不是有可能达成一个比较令人欢欣鼓舞这样一个协议 欢欣鼓舞我觉得也谈不到 反正中国人有句话好事多磨 坏事也得多磨 对不对 希望能把坏事磨成好事 另外现在美国政界这些当政的来说的话 对中国你说有哪个不是强硬派 对吧 在这种形式下都得表示强硬 希望为美国争取更大的利益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从去年的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 或者叫中美贸易摩擦 一直到现在还是发生了很多变化 有些包括是属于喜剧性的变化 这个变来变去变去变来 大家都希望还是往好的方向变 从咱们这些吃瓜群众来说 就是希望往好的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中美贸易摩擦 和我上次就讲了和别的这个事 比如说和南海问题等等朝鲜问题 还不一样 它这个是涉及到咱们这些人的自身力 今天咱们要讲几个话题 都和咱们自身力有关系 对吧 所以在这些方面呢 我们这个心啊确实是操碎了 你知道吗 所以是一直期盼呢 这个中美 直接呢 能在贸易上能达成一定的这个协议 对吧 把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 这个事还是要做下去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刘鹤一月三十号到美国 和美国贸易代表 这个莱特 徐泽来进行这个会谈 实际上呢 这个层次的级别还是蛮高的 副总理一起磋商嘛 对吧 那么现在美国面临的问题呢 也不少 第一呢 现在呢 特朗普内外交捧 这个过去这个词呢 形容咱们没有太多理解 现在我真是听 这个 什么叫内外用 我替特朗普都这个什么呢 发了愁 晚上 人家吃在白宫 最近还吃汉堡了 我这心里 说实在 炸江面都吃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政府关门这么长时间 影响了很多人 你知道 现在 昨天说 很多人已经开始 出去打零工了 因为你不发工资了嘛 这涉及到又是几十万人 最近的事都是涉及到几十万人的这个 这个是这个这个油关的问题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建墙不建墙就变成了一个美国内政的现在这个焦点 结果这个焦点呢 就使得特朗普在其他方面要赢一局 或者说不要牵扯更多的经历 那么中美贸易战是一个很大的一块 而且呢 在整个这个权衡里头啊 现在都是扯狼的狗 都是这个不饶爷爷的松子 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是展现诚意 一直是常态说 希望能抬个好的结果 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 我觉得他也应该是抓住机会 现在物价已经普遍开始慢慢上涨了 不知道老松有没有体会 对不对 现在已经开始餐馆 你到餐馆去买菜 都已经开始涨了 不能说是和中美贸易战有直接关系 但是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下一步很可能 我昨天看一些新闻和报道的话 也是说到了下一步 民众要接受准备物价上涨的这个 因为进口商会把这个增加的这个税收呢 以这个上涨的形式呢 转嫁给消费 这是早就那什么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连续出台很多政策 包括了我们注意了 包括扶持民营企业 对不对 包括了这个进一步扩大市场 包括了外资 外商投资等等 在这些方面呢实际上都是希望政策更宽 更松更多的吸引外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确实双方谈可以谈到一些共同点 那么当然美方有些条件呢 是可能是会碰触到中方的底线 对吧 我觉得呢 这次来谈可能是 搁置底线 对吧 探讨利益 获得双赢 我估计是按照这么16个字来进行 你这个总结还比较精悲 我觉得这一次呢 应该是特朗普摆脱他的 内外交困的一个突破点 一个突破点 这个这个就是说 这个当然了 这个他把这个中国贸易事摆平了以后呢 他可以更多的经历应付其他的事 因为现在他又燃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通俄案 对吧 现在呢 这个周边呢 全是拳头 你就看到相邦的人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中美贸易战能够平息下来 能够把他这个事 至少你有很大的精力 可以解决内政问题 今天那个特朗普 那个聘请那个律师朱利安尼 原来九月纽约市的市长 还特地辟谣 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说过 特朗普集团那跟通俄门呢 没有关系 大体上是这个意思吧 那这意思就是有关系了 就是这个就是 他就大体上这个意思 就是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 没说过他没关系 那就是有可能有关系 对 因为他这么调查 我们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弄不好就把你绕进去 行 那个反正这个就只能看了 看月底刘鹤来的成果了 另外就是说 最近应该是在中美两地 加拿大三国之间一个最热点的 就是加拿大公民 叫谢龙伯格 谢龙伯格 对在这个大连中法 这个因为以前被判15 15年这个不服上诉 结果被判死刑 2014年12月1号 公安机关在广州白云机场 抓获准备从大连逃亡泰国 惊庭广州的谢伦伯格 同时查获222包冰毒 净重222.035千克 2018年11月20号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以走私毒品罪判处谢伦伯格 有期徒刑15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人民币15万元 驱逐出境 谢伦伯格不服 提出上诉 2018年12月29号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认为 一审判决 从轻处罚明显不当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 重新审判 2019年1月14号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 对此案公开开庭审理 法院认定 谢伦伯格参与 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 伙同他人走私冰毒 222.035千克 其行为构成走私毒品罪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指控罪名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的有关规定 以走私毒品罪 判处被告人谢伦伯格死刑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个事儿呢 说你实在的影响 就是说这个 不能说影响 就是这个 轰动性 对对 就有轰动性 就是说本来15年 你不上诉就算了 结果一上诉反倒 就被判死刑 那么呢 这个后来呢 经过媒体不断的披露吧 包括加拿大 本人说这个人呢 以前也有这个 这种 贩毒的历史 贩毒的历史 而且他是在加拿大 加拿大 当时加拿大的法官就跟他说了 你生活在一个很幸运的国家 意思就是说 你要到别的地方去贩毒 弄不好你就活不下去了 他没听全道 所以 对 你看 这个事儿是这样 我觉得 咱们在这儿聊天嘛 对吧 我觉得 中国人一直有个传统 就是 对朋友 尤其是远道来的朋友 特别友好 有时候有点过错 也就从轻发落 对对对 尤其是对国际上的人 来了都是友人 对不对 所以在中国的 实际上我们发现 很多的这个 犯罪分子 日本和英国有两个人 就是判了死刑 对不对 加拿大 去年这个关系也非常好 和缓过来了 回暖了 回暖了 在这个情况下呢 你说这个谢隆伯格 跑去贩毒 多少公斤啊 二百二十多公斤 对那是相当 数量巨大 但是抓住以后 判他个十五年 你也别吭声 大家也就 媒体也就这么一过 也就过去了 这事儿 实际上这是对什么呢 国际友人 国际这个环境的 一个认可和包容 对吧 这老兄不服 对不对 还觉得十五年判多了 这要上诉 正好 赶上 赶上了孟晚舟市 你知道吗 孟晚舟这事儿吧 第一呢 加拿大抓人 中国就觉得 你这不地道 对不对 你替兄弟两位插刀 你拿我的人出去 对不对 那行 那咱俩就杠上了 结果呢 在这个之后呢 连续呢 加拿大呢 自己呢 这个还拉了不少盟友 对不对 关于孟晚舟的事情 关于这个死刑犯的事情 这个谢隆伯格的事情 那么这样的话 中国说那就严肃处理 其实啊 媒体谈了很多很多 现在当然 加拿大说网友啊什么都 也在说该判怎么样 现在我们看了这个以后 也觉得里头涉及到一个问题 如果这次给他赦免了 外国人到中国去贩毒的人 就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呢 国际贩毒团伙 就不让中国人 华人犯了 就让都让外国人犯了 对不对 说你犯了就可以免死罪 所以这个 从现在也是逆了一个规矩 对 只要在中国贩毒 对不对 好 那么澳大利亚出来还帮羌 说这个判决是不是太快了 是不是意思不严肃了 那么中国那个外交部的发言人 还说 你知道这毒放了 犯哪去吗 犯到澳大利亚 那么你们愿意接受这批毒品吗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中国这一次呢 是按照正常的法律 来进行法治 这个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指责 在这点上 我觉得应该向美国学习 对 我们在这儿呢 就是说 比如说 是有中国护照的华人在美国犯法了 对不对 对对对 他的整个的程序 这个法律上的处理的程序 和他美国人是一视同仁 一视同仁 没有什么优惠 但是呢 他有个规则就是 马上通知中国驻这个外的领事馆 领事馆 那么中国驻外的领事馆 他就领事 其中领事保护 他就保护你的和 作为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但是呢 我发现中国领事馆都有一句话 希望大家呢 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不要碰触 对吧 对 所以呢 这个这个 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 就是对国际友人来的都是客 对不对 鲜花没酒没有的 但是犯了 这个日旦犯错 因为现在我发现 有些这个外国人到中国 尤其在广州 这些地方 犯罪力很高 很高 严肃处理 对吧 以这个谁 谢隆伯格为案 就告诉大家 以后 你们都是享受国民待遇啊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了 这个呢 要我想起 这个大概是2016年吧 那个当时 那个游贤为篮球队 有几个篮球队员到杭州 然后偷东西 对啊 偷东西 偷的价值都是偷名牌嘛 是啊 当时呢 好像是在G20会议 是在杭州开的 对对对 是奥巴马去了 对对 这个事呢 好像这个面子上的事嘛 结果这几个人呢 就去放 放了以后呢 回来有个书面研讨 对对 结局就完事了 中国法律呢 最少判四年或者五年嘛 是是是 对吧 所以这个 中国不能再这样了 不能这样了 我们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这是我们中国的那个传统 从我们个人的为人之道 和最后形成一个国家的为人之道 都是对朋友 对不对 关系好的时候 有些小事就 就过去了 对不对 有时候人家 反而你这个事啊 得不到国际上的认同 反而有时候会说 你是 你是那个法律 服从于政治的需要 对不对 反而给你加这么一个意思 对不对 其实好行不一定得到好报 所以对这个 谢龙伯格这个判决呢 现在我觉得这个 网上支持的这个 支持度越来越高 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这是好事 这几天 南加州这个大雨连绵不绝 当我很多事 但是有一件事没当我 就是洛杉矶联合学区的教师罢工 现在还在抗议吗 还在罢工吗 这么大的雨还没中断 对对没中断 这些人执着呀 执着对啊 目光聚焦美国 画面中的这些都是洛杉矶联合学区的教职员工 家属以及学生们 当地时间1月14号上午 他们在洛杉矶市政府旁 举行了一场抗议示威活动 而值得一提的是 这场数万人参加的游行当中 也有不少华人教师的身影 参加示威活动的华人教师方真一表示 他们这次参加教师工会的罢工行动 是为了争取更好的教学环境 方真一说 加州政府以预算赤字为由 削减当地教育经费 因此学校里的很多教师都收到了解聘通知 或者被降低薪水 由于教师缺乏 学校不得不采取拼班的教学形式 这就导致了每个课堂的学生都超编 不仅影响教学质量 老师的压力也随之增加 这些都让教师的工作和生活 面临很大压力 当地媒体称 这次罢工将导致60万学生的课程被中断 教师工会主席埃莱克斯表示 他们会不断要求加州教育部 增加教育投资 改善学校的教学环境 招聘更多的老师来弥补师资不足的问题 洛杉矶联合学区是全美最大的学区 有学生大概60多万学 教师3万多人 然后起因好像就是工资 罢工都是为工资 但是前一两天罢工倒没引起太多的注意 到昨天 我看美国主流媒体也评论 其中有一条报道 标题是孩子们还好 这意思就是说教师罢工了 这个学生大概是三分之一不到校 三分之一到校 到校的那些学生在健身房里玩一玩了 或者据说有一些义务的教师或者家长 帮助照看照看 所以就是说 这个主流媒体的报道当中就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 这个教师涨工资 当然是他自己的合法权益 实际上教师工资也不低 在美国全社会来讲 那么要求长当然也无考后非了 好像是百分之六百分之一 然后 但是你教师责任还是教孩子 当然你涨工资是为了更好的教育孩子 但你连续这么多天的罢工 让很多孩子比较担心 其中有个学生就说 他担心 他年级考试能不能通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呢 也在华人社区的引起一个很大的 就是该不该 罢工 孩子很重要 说实在的 这个年头呢 有两件事不能糊弄 第一 自己的肚子不能糊弄 你要糊弄 忽悠 恶肚子不行 第二件事呢 就是孩子的事 不管是自己的孩子 还是别人的孩子 这一定要负责 这也不能糊弄 那么所以在孩子这个问题上 教育这个问题上 应该是要严肃足力 那么美国 加州的教育系统是公立的 属于这个 这个属于公家的 美国呢 有16个州 是公家人员可以罢工 不幸 加州在里面 所以呢 这个美国现在呢 有两个权利啊 我看 总统可以给公务员 关门 不让你们上班 那加州的公务员呢 包括这个联合学习老师 也可以罢工了 别的有些州不行 那就是说 还有34个州是不行的 对不对 你工资低 咱们可以谈 但是该上的课 你还得上 对不对 去年维吉尼亚 维吉尼亚的教师罢工 也罢工 那么 这个对孩子的影响很大 另外从工资来说的话 已经 应该说不低了 应该说不低了 对 当然他们有认为他们脱家带口吧 日子也不好过 从那个教师来说的话 现在焦点问题呢 其实工会和学区的这个 和这个州政府的谈判 已经 切入到一个 一个焦点 很具体了 很具体的 那么州政府说可以加 从2019年到多少年 未来几年咱们增加 但是现在工会要说说 必须得把2018年的 补上 这一补上了 钱不够啊 那么加州政府说 钱不够 咱们互相理解 加州现在呢 刚刚缓过来 对吧 财政状况也就这样 说你可以 工会说 你可以用备用金啊 对吧 那备用金要一启动 当然现在就可以发了 对吧 但是呢 你舒服了一时 你要痛苦一辈子 因为后边备用金 是主要是给 大家的退休金啊 医疗保障啊 这些 那么这个 这个银库 我现在说 加州我们叫银库 那盐帮的叫国库 对不对 银库也是紧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最大的受害者 现在是孩子 孩子这个教育啊 是这个不能耽误的 因为孩子整个这个教育 的连贯性很重要 而且我们不希望孩子 那是自己 那么我们现在这些孩子呢 虽然 什么时候结束 也还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耽误这么一段时间 对孩子的这个心灵上 造成影响 对不对 造成影响 所以我们希望小学 中学 大学 他这个学业一直是延续 对吧 让他这个在 孩子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呢 不受外界的 因为这个家长是榜样 老师是榜样 对 社会也是榜样 但是前两者是每天24小时啊 大概一半一半吧 对对对 对吧 还有一半睡觉了 对不对 三分之一睡觉了 三分之一家长 三分之一老师 所以呢 对老师的作为 说老师为了多拿钱 不给我们上课了 这话传出去 也不太好听 对 其实这个罢工这个事呢 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思科而止 因为这个谈判的事 由工会来和学区沟通 因为这个加州政会 也介入了嘛 对对对 所以老师能够尽快的 这个 这个回学校上课 其实这件事呢 不光是在这个加州 在全美 在中国大陆 甚至在欧洲 都对这个 对这个 有这么一个很大的报道 影响很大 是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 昨天吧 那个我们桥界 一位大佬 黄金泉先生 这个去世了 对对对 其实这个 这些南加州来讲呢 一提黄金泉 大家可能 都应该知道吧 顶顶有名 对顶顶 就是这个人 老桥 桥界大佬 对 比较传奇 比较传奇 对 这个 对 他也是美洲 中华会馆的秘书长 秘书长 对啊 这个担任了很多年了 后来是担任荣誉秘书长 还是都不容易 反正在全美来说的话 他不是全美 他是整个美洲 美洲 对 他那全程叫做泛美中华公所 这个秘书长 这个秘书长 就是说整个包括南美 墨西哥 北美加拿大 这整个大概是120多家团体 对对 所以这个人呢 就是说因为他呢 好像是十几岁 就是跑到墨西哥 后来到美国的床上 就是说 他的分量很重 对对对 就是这个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我记得他 这个参加这个中华会馆的 这个代表团 首次访问大陆 还收到这个前秘乘副总理的接见 对对对 所以这样一位 而且呢 当时呢 他和这个当时的这个国民政府 这个关系也很好 其实他在某种程度上 还能起到一个这个 这个两岸之间的 在侨界海外方面呢 有一定沟通做 对对对 所以这个 他这个人呢 既是侨界的大佬 同时呢 他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这个 对对 这是令我们敬佩的 敬佩 他呢 因为我们也知道 桥界这个状况 对吧 对 泛红 泛蓝 泛绿 他应该是泛蓝的总代表 对不对 泛蓝嘛 就一贯是坚持一个中国的 一个中国的 但是呢 可能对三民主义 对孙中先生啊 对不对 对 更执着一点 对对对 那么他也不反对 两岸的这种沟通 沟通 希望两岸和平 对 那么我是见证过他 十多年以前 他那个身体状况好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还是起了很多 这个积极的作用 因为他的身份问题 所以他不可能公开的出现在很多大陆侨团的一些活动当中 对吧 但是呢 他确实呢 比如说某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活动 对吧 在新闻发布会上 我们请黄老来 黄老还是来了 对吧 我们当时还照了照片 有照片为证 对吧 那么他也做了一个讲话 他的讲话呢 主要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理念 对吧 我也能明白 咱们能做的也就做到这一点 对对对 有的人坚持一个中国是这个中国 有人坚持一个中国是那个中国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还是在一个中国框架下 咱们说话能说到一块 对对 所以呢 我觉得 那个大陆侨团吧 来自大陆的新移民 实际上对黄老也非常尊敬 非常尊敬 对 我们也经常在他的那个 唐人街和他的那个 据说是他的餐馆 是吧 对对 我们在那儿 对 那个餐馆也办过很多活动 包括香港回归 澳门回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庆活动 都在那儿去办 所以呢 我们很敬佩他的坚持 他自己的理念 对吧 但是呢 又投生于桥界服务 这么多年 对 为桥界做了很多工作 对 还是在应该说 在洛杉矶桥界 这个非常具有 号召力的一个人物 也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 指标性的人物 我们站在这个历史的角度来看 而且对这个中国 促进中国和平统一样 这个促进桥社的和谐 对 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 所以呢 这个老先生走了 对 我们也表示这个怀念 怀念 和这个尊敬 对 那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先谈到这儿 好 好了 好 谢谢老松 好 谢谢各位观众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